有许多专家告诉我 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 我常想大概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不信你试看看 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 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关于恋爱 证乎全体发生恋恋 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 不管心变年龄之夜体重 绚丽将相含血腥 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 有些专家学着眼睛不相信 恋爱是内分迷失调缩引起 却有别人认为恋爱属于 流过心病动像感冒 有可就等会自动全力 不管你同不同意 自顾倒进许多例子证明 恋爱不但适应一种病态 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 一般发病后的冲击翻译 会开始改变一些生活信心 洗澡洗得特别干净 刷牙刷得特别用 一半夜突然爬起来弹感情 有人每天站在阳台 对路人傻笑 有人突然疯疯癫癫 突然很安静 有人一脸痴呆 对着镜子摇着指甲打翻听 有人对笑不划算自己 女人突然改变发型 男人开始每天拎着压力 食欲不增 歇斯底里 四肢为双人经过 命法都抽筋头出现在这世纪 随着病情越来越编本加厉 人会变得更外敏感 勇敢好恶心 写的手的场地都像天才 食人一般才不养 你越有骂越觉得有趣 有人恋爱之后 每天躲在厕所哭泣 有人开机阵会宣布恋爱的消息 有人总是习惯两个人 躲在黑漆漆的地方 想做了不够高人的事情 每天忙着遭人算命 挖空心思 改变自己配合对方的细心 把每天都当作纪念日 把自己当作纪念品 每天漫无目的你在一起 言不记忆也觉得好有趣 走着坐着躺着趴着趴着都心影不离 像是两人三角又像连体一 心里想的只有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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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管家里迷刚有没有迷 也不管路上有人视为抗议 只管爱你 心里想的只有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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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管海上两岸同的问题 也不管伊苏培亚多少难民 只管爱你 经过一段忽忽烈烈烈烈时期 不久就会开始渐渐痊愈 两人开始互相厌倦互相攻击对方 缺点所有甜蜜都算不完全 然后开始从错绝合无解中清醒 惊讶自己为何如此不聪明 为了爱情不关一切不忽 父母朋友姐妹兄弟开始感到无恶不忆 然后开始感到疲惫 沉满七彩心惊 要动动动梦衣 然后是今生不及痛苦 放大脾气暴躁四次麻痹 你终于生不了要分离 虽然结果不令人伤心 但这只不言没什么能不清 爱情终究是我补助的云 只是我想要告诉你 噢 啊 在我落寞的岁月里 你的温柔解脱我的孤寂 带给我深深的空心 如此颤动着我的心里 听清楚说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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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 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 深深爱你 我要对你说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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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 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 深深爱你 多么幸福让我遇见你 顺便 顺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